就地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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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山机场设投票所 我们要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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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我们要投票 我们要投票 因为今天是中华民国的 总统立委的投票日 我们都是金门的乡亲 我们一大早 最早的四点多就从家里出门 来这边候补计位 我们要回去行使我们的公民权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是民主的国家 投下每一个人的神圣一票非常重要 我们要显弦乙人 为我们的未来 而你选好的领导人 来治理这个中华民国 所以大家几乎都是很早就出门来这边候补 对 对 我们大概五点多就到这边了 大概什么时候跟你们通知 因为我们有的已经候补民航机的顺序快要到了 那大概十点半他们就派人在这边说现在有协调 国防部要派军机来把我们接回去金门投票 然后一季十二点起飞 那那时候也有请媒体来报导 那我们想说十二点起飞 这样回去投票来得及 投票所还没有关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民航的顺位都把它注销到没有就没有去候补了 然后他也协助我们办登机手续 然后我们登坐民航机的协议书也都学好了 然后带我们这些愿意搭军机回去的金门乡村到登机室里面候机 结果一季十二点起飞的班机 后来他说要缓一点 然后一直拖到十二点 大概四十分的时候才跟我们讲说 现在国防部说因为有什么调度的任务 要把这个经济取消掉了 所以你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等到民航的位置是不是 民航机他们如果说没有增加民航机 实际上今天的民航机的机位是非常紧张的 往年像去年那个县市长选举的时候就有加班机 但是今年民航机都没有加班机 所以你们是有可能没有办法回去投票票 对对对所以变成说我们要行使我们的公民权 那相对我们一大早就出来这边排候补 我们就是一定要回去投票 那相对他这样一一安排 变成说本来可以候补到民航机的民众 也没办法搭上飞机了 那现在又没有派民航机来接我们 那我们投票是到四点就结束了 现在的打算是要在这边继续等到 可能三点多确定真的没有飞机 现在就是说他看似要派民航机马上支援 可能还来得及 飞过去应该是来得及 那如果说是进去的话 因为他会飞比较慢 可能时间会比较久 那除了说金门的投票所可以延长到五点 这样我们才有投票的那个时间可以作业 整个受影响在这边的人有多少 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去跟就是松基 或者是民航局这边来做一个协调 我们已经有在这边抗议大概一个多小时了啦 那希望说你们把这个事实报导出来 让他知道 因为大家大概都知道 李岛的票大概都是 就是国民党的票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们是不会说 特别去假设说是不是要影响到投票 但是这样操作实际上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因为中华民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公民的投票权非常重要 何况这次大选三组人在竞争 实际上每个人的一票都影响非常大 那我们希望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选举 今天的情况大概是什么 情况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候补回金门 那相对他10点半的时候通知我们说 他们有些因为候补人数大概快 那时候大概300位了 那他有协调说要派 所以光布要派一个军居来加印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早一点回去投票 那他一记说 我们那时候我跟他问 他说12点会起飞 这样你们投票一定来得及 因为我们本来也在想说 如果说你作业太慢 我们来不及回去投票 我们当然就候补名堂机 我们绝对不会去搭京机 那他有给我们承诺 那我们才办那个登机手续 所以现在你觉得有点被骗的感觉 对对对我们不满就是说 我们这样变说 他没有调度其他班机来接我们回去 然后就把我们在这边摆烂 然后也不处理这样子 中机这边说他们中午有发便当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吃饱一点 比较情绪可以比较平稳一点 我跟你讲 因为他们如果订便当的时候 应该就知道说 这个飞机没办法飞了 那还把我们放在上面的登机门 大部分人都在那边发站 他说12点要起飞 我们有的大概差不多11点多 就在那边登机门那边拍队 准备等坐飞机了 那等到12点40才通知我们说不飞 然后再下来叫我们办退票 然后再用便当 希望大家可以 可以比较平静这样子 对啊因为投票会要结束了啊 我们一大早就跑来排队 当然就是要投下这个神圣的一票 对对对 这是中华民国每一个国民的权利嘛 不然民主国家为什么要透过选举来选拳议人这样子 是哪个单位协调说 他们不会快军军啊 他办理的是应该是这边的金方人员吧 因为经济都是金方人员在作业的 那那你这个可能要去问松山的民航的那个 民航局的那个主任问他们 因为他们的作业我们真的不清楚 现在大概多少人考在这 现在就七十个 那你就知道了啊 便当你怎么考人马上有 那一定要去订啊 还有还要花时间啊 哪有出来就有便当 绝对是在骗我们的嘛 从头到尾就在骗啊 一开始就在骗 那你就觉得说 是在安务点啊 安务点啊 对啦 对啦 我们本来可以回去啦 我五点多来 我补到八十几千 结果我快补到了 那有经济 我想说做经济比较快 结果我那边没补到 那不是啦 做了经济那边就没有了嘛 再提交掉了 啊对啊我现在要回去 也回不去了啦 啊这个都是在骗人啊 啊骗我们在里面 罚站一个多小时 这样子啊 而且说十二点半 哦那个会要起飞 十二点要起飞 十二点啊又改十二点半 那叫我们去旁边坐 啊休息一下 我们想说来坐一下 怎么又变了 变卦了 就骗我们嘛 就后了一个小时 才跟你说就是没办法飞是不是 没有不是后来是 最后就是叫我们出来了啦 对啊就是说没有飞了 啊出来出来 出来就要退钱嘛 啊退钱怎么还有便当 啊就早就知道了嘛 早就在骗我们 所以因为他们在准备便当 应该就知道说 这飞机掉入了问题 对啊早就在骗我们 应该就提早让我们下来 想办法这样子 那都要时间的嘛 那后到十二点 对不对 十二点四十才通知我们 下来办退票 那几乎后补往金门要回去 会的班机投票都没有了 那你们现在怎么办 只能后补是不是 那后补得到吗 后补的话不晓得能不能到 但是投票的时间就过了 我们的投票权就没有了 两点之间不起非的话 对我们主要在意的是 我们的投票权 我们的公民权这样子